今天這場活動非常特別 我們在所謂的假日科學廣場的科學活動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定向的活動 這定向活動當然也是因為我們今天來參與的 當的小朋友比較貴啊 比較特別 然後今天這場我自己已經期待了很多年 就從我認識吳俄美老師到現在 要把音樂關掉 音樂老師在講話 音樂觀眾 我們會請到一位定向師 然後來帶領大家進入我們視照聖的世界 所以接下來時間我會交給我們的定向師 今天的定向師我跟大家介紹下來 好 謝謝 謝謝 妳再幫我看一下 好 謝謝 宋慧欣老師 來 宋慧欣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們宋慧欣老師 他的會喔 一般只是有智慧 你看他那個會旁邊還有一個言語的言 所以他為什麼會講話喔 所以你看 定向師 我跟妳差不多 好 我們大家看一下這個小朋友 來跟老師PK一下好不好 好 沒問題 前面會有一個定向活動 之後呢 我們在正式進行今天的科學活動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我們宋慧欣教授 那很多大朋友的小朋友 可能今天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場合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魏理希的教授 我叫朱慶琦 然後同時是這個 加入聚光廠活動的主持人 然後也是計畫的執行者 那很開心大家今天可以來到這裡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度過一個 愉快的週末午後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會心老師 然後他會帶你我們做定向 OK 其實我也不懂 我們現在正在學 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同學 好 那今天來講的話 因為 今天大家都是第一次到這個場地 那我的話就是會 帶大家就是比較基本的 就是如何去協助視障者這一塊 那我就是用人導法 今天會只教大家人導法這一塊 那你等我 可能他幫我轉一下PPT 那個PPT 對 那現在的話 可能要請各組的小組長 先幫我發眼照給明眼的小朋友 所以今天明眼的小朋友 要麻煩你們戴上眼照 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定向行動 定向行動呢 就是說我們在 就是要協助視障者如何在那個環境中安全的行走 那定向行動其實除了人導法還有手帳 還有導盲犬 那就是說利用這個部分呢 可以教他們怎麼 利用我們的各種感官訊息 在那個環境中可以安全的行走 對 所以 那因為定向行動它的領域很廣 所以今天部分我們會只有教人導法 對 那人導法的話 就是由明眼人 來引導視障者走路的一種的技能 對 那先 今天的話 可能就是明眼小朋友 要戴上眼照全程 今天包含上廁所 操作科學活動 都是必須戴眼照執行 對 所以現在請小朋友先把眼照戴起來 那我就繼續說了喔 那人導法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四字口訣 就是問 拍 引 報 那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四字口訣 那什麼叫做問 就是先詢問四張小朋友或者是四張生 需不需要協助 因為有時候他站在那裡 可能他只是休息一下 他可能暫時還不需要你們協助 所以一定要先問他需不需要 然後再來就是拍 那就請朱教授當一下我的model 拍的話呢 沒有沒有沒有 的話就是我們一般 我們會用我們的手背 去輕拍四張生的手背 就是我們會這樣輕輕拍他 然後四張生就會順著我們的手 會順著我們的手呢 往上滑 就會滑到我們的手背上 就是用虎口 然後再用我們的虎口去抓住我們的手背 來我先那我先示範一次好了 就是會先輕拍他的手背 然後我們的手呢 就會讓他這樣順著他的手背上面滑 滑到我們的上臂或手肘的地方 用虎口去抓住他 因為這樣子在引導的時候呢 我們的手 四張生的手比較不會脫落 對因為而且也比較不會去說 碰到不該碰的地方 尤其是在性別不同的時候啊 可能有的人他偶拍他就這樣亂抓亂抓 可是如果碰到不該碰的地方 其實有的感受會比較不好啦 所以正常來講 就是讓他順著上去就可以了 通常是這樣子 如果有學過人導法的 只要你配他的手背 他就會知道什麼意思了 對好然後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小朋友 是學齡的兒童 所以呢因為身高學術的問題 所以請小朋友直接抓我們大人的手腕就好了 對是小朋友抓大人 嘿就不是我們一般是大人牽小孩的方式 嘿所以今天的部分呢 就是小朋友要改變方式囉 是你去牽著媽媽的手腕了 對然後這個是我們在建立關係的部分 然後 然後癮的話呢 癮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在帶四丈 你直接抓我的手肘 抓我的手背上面 就是我們在走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很自然的引導他走 就是你很自然的走 手就是不需要這樣子甩啊甩的 就是用你一般你很自然的步伐 去帶領四丈者就可以了 其實四丈者就會跟著你的肢體動作 他會知道你是前進還是停下來 然後抱的話呢 就是說你可能要告訴四丈者的路況 好我們先抱一下也可以 但是齒抱可以比抱 對就是像假設 如果我們今天的路面有改變 來像你先上來 像我先來跟朱教授啊 好現在我們先來跟那個四丈同學呢 我得帶他走啊 可是我發現前面是有桌子不能過的 我就要告訴他說 你的前面是有桌子的 然後我們會請他說 請你往我的左後方走 然後我們的手會跟著過來 對那其實這個也是我們講的載道通行啊 你會用到我們載道通行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會再告訴他說 然後我們向左邊走 就是可能你改變方向啊 或者是說路況 像我現在這邊有樓梯的時候 我也會告訴他說 我們走來我們現在前面有樓梯 我們要準備上樓 然後就會先等他 一定要讓四丈者也一起到達了 我們才可以開始上 不然有時候會發生 引導者先上 可是四丈者還落在後面的時候 他踩就會沒有踩 我就很容易辦到 對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告訴他路況 那今天小朋友剛好都有機會 體驗一下是說 現在就是當作 你們就當作你們在睡覺 所以看不到 然後我們等一下 我們就會實際體驗一下 然後原則上 我會希望家長跟家長之間做交換 就是因為可能自己的小朋友 因為連長期帶習慣了 我會希望是說今天是家長跟孩子 是不同家長去引導 我覺得可以讓他們去試試看 那前半段先讓小朋友體驗 那後面我會留十分鐘 我希望大的人也來體驗一下 當我們眼睛看不清楚的時候 那個恐懼跟害怕的心靈 我覺得小孩體驗 我覺得大人也是需要的 對 那就 的話 等一下 因為還有上下樓梯 上下樓梯跟載道通行 我覺得我們直接試做 因為時間上有限 我覺得我們直接操作 我們就是邊邊帶邊說 我覺得這樣大家會比較清楚 來 前面有人塞車了 所以等一下下 好 好 來 你到了 你到了 你到 你到 來 來 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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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再一步,OK啦 好了,現在大人跟小孩都體驗過了 那我想說應該大家也就會知道說 其實當我們戴上眼罩的時候 那個恐懼跟不安的心理 其實是真的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對,那今天可能也有些家長沒有體驗到 那我覺得你們如果有另外一半 是今天剛好體驗到 其實回家你們可以讓他去試試看 其實之後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在我們面對視障者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就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去面對他說 為什麼明明這麼簡單 我們覺得很簡單 可是他為什麼不敢嘗試 其實是因為他們很害怕 他們很沒有安全感 那我覺得這一塊是 我們是需要去同理他們的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我們今天科學的部分 剛才還蠻刺激的 這個我想今天回家可能要做什麼 好,那我要跟各位介紹我們今天的講師 那今天講師是來自 是招大師辦大學的吳仲欽教授 那我們熱烈展示 還有我們的吳仲欽教授 好,那我們這個活動就正式 還在講就是剛剛都不算數 對,剛剛這個 好,那這個 今天的活動 我希望除了在這邊操作以外 你回家的時候也可以複習 也可以累積你的戰地品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會發給各位一個袋子 裡面發放一個杯子 裡面就是你等一下會看到 就是裡面就會有今天要做的所有的道具 那那個袋子跟所有的道具呢 你可以帶回去 然後請同學們把那個杯子 還有三個骰子拿出來 杯子跟骰子而已 其他的放到袋子裡面去 杯子跟骰子 三個骰子 好 來,第一個活動 第一個活動之前先提醒一下我們的在場伯伯們 你的角色只是稍微輔助 該去撿的 該去找的 都是同學的事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讓他坐在那邊 寫給他 來 如果同學們拿到這個杯子跟骰子的話 請拿一個骰子放在桌子上 用杯子把它照住 請同學們 一直手握著這個杯子 想辦法把那個骰子給撈起來 把那個骰子撈起來 一顆來 快點拿板子 一顆來 對 你不要讓我拿出來 沒有 好小啊 好 好 好 再讓他再去去一下 你說足夠 他說一顆要接到兩顆耶 你看 老板毛出了 好 這個 那個 弄起來的時候要 這樣 不 sec 出來 來來來來 我也跟你說 他這樣子有點這個機會 哎 你两个磁铁靠近的时候 会不会相吸 会不会相吸 会不会相吃 也会相吃 不同的面的时候会相吃 好 那现在呢 请同学把这个词典先放在旁边 我会吸上来 我会 我会吸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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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吸上去 我会吸上去 可以啦 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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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啊 可以把它发的就会相吃了 好 那现在呢 注意看哦 刚刚的磁铁呢 两面都 你看哪一面会吸 你看 那请你来讲 好 最后10秒 9 8 7 6 5 4 3 3 1 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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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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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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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我以為我還要吵死了 好厲害喔 不用吸的啦 不用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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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到 這邊會碰到 因為這樣已經 我已經不要再撞到 來來來 好來看這邊 聽聲音 聽聲音這邊 好走走走 拍了沒拍了 手手不能頂 要用自己的 對 這就是你可以撐多少 看誰走多點喔 我還我 你看 你沒有氣的時候 它就會掉下來 你有氣的時候 它就不會掉 它就會一直滾 一直滾 好那你們先去看看 不用玩木頭站喔 我們可以做什麼 你會看 你不用看 你會搖嗎 是不是很非常好 你會看 你又想到了 然後把另外一 travel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